好 中國觀眾記者 現在位在的就是 民進黨總統候選 賴清德環島造勢 第一站在宜蘭的現場 不過面對昨天 他這個政見發表的時候 拋出要將老家作為公益信託 但是違建怎麼信託 外界就各當之一 不過今天賴清德被喊話的時候 是沒有正面回應 趕快一起來聽稍早的反應 好 不管是有關這個內參民調者 或者是這個老家違建的爭議 還有就是昨天的表現如何呢 賴清德只稍微微笑揮揮手 並沒有做出任何的回答 而這個環島的造勢 今天將是第一站來到宜蘭 緊接著也會到屏東 為期四天三夜 希望可以在最後的時日時候 來衝高這個勝選的聲量 我們把時間交換給棚內 我是賴慧文 您的生活日常 從每天收看中式新聞開始 中式新聞陪您度過平凡而充實的每一天 更多新聞也請您鎖定 中式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要記得開啟小鈴鐺喔